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基隆的金隆肉羹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之前也是粉絲很希望我來實際的店家 現在就試試看 啊 三沙王今天休息啊 吃不到你耶 原本我想要三連拍 沒辦法這個休息 下一次 這邊就寫先點餐再入座不站位 那牆上就有這個 金隆肉羹非常古老的照片 那各位朋友可以看一下 那剛剛上一間店老闆講說 這邊豬腳是必點 那相信這個 是請給你推薦 你好 想要請問 因為我沒有來過 想要請問一下您推薦什麼是這邊招牌 豬跟湯跟豬腳 欸 好 那個一份 那個高麗菜捲也是招牌嗎 高麗菜捲不站招牌 但是也可以點餐 喔好 那個高麗菜捲一份 謝謝 好 不好意思 因為第一次來不曉得點什麼 請問您我想應該比較快 好 那店家講說我剛切的是豬腳肉 好 沒有老闆的老闆 沒關係 我們就是拍這個最真實的樣子 讚 肉蠻多的 好 淋上這個蒜味醬油膏 好 淋上這個蒜味醬油膏 好 淋上這個蒜味醬油膏 還有 好 那總共就是收140阿 好 謝謝 好 那這個是 舊電池的舊照片 歷史很悠久 有很多這個名人的鮮明 老老的老老的 好 那個照片蒸的酒 蘇阿 太誇張了 好 那全部就好了 那我現在吃吃看 感覺還蠻平價的 好 現在就從這個 必吃的豬腳肉開始 好 感覺這個 好 感覺這個 豬皮很扎實阿 嗯 嗚 厲害喔 嗯 好像這個蒜味醬油膏味道非常的好 嗯 嗯 皮Q彈 然後肉肉軟 嗯 很好吃 肥滋滋肥滋滋的好阿 好 讚 肉質很緊實 好 沾另外一個沾醬看看 嗯 這應該算是類似 甜辣醬吧 這個醬油膏 嗯 好 粉絲推薦的不錯喔 的確美味 所以這個在地的朋友 最愛吃的店家 嗯 好 那這個分數我覺得是 95分 嗯 很實在喔 嗯 讚 好吃 好 再來是這個必吃的肉跟湯 嗯 我先喝喝看湯頭 嗯 很棒 很清甜 個人還是習慣這個肉跟裡面有一點烏醋阿 嗯 很傳統的風味阿 肉跟比較 魚漿比較多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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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董風的阿 不錯喔 相信這個在地歷史悠久阿 一定是這個 大家喜歡的口味阿 嗯 我個人覺得我比較喜歡吃勾芡比較少的肉跟 口誤啦 我是說魚漿 魚漿比較少的肉跟 那味道還不錯 蠻清甜的阿 這個貓咪愛吃海鮮應該應該是基隆人阿 應該這些你都都是很熟悉的店家 在地古早味 讚 但是目前兩個面最好吃是豬腳 好 好 分數 85 好 最後是這個高麗菜捲 現在吃吃看阿 好 這邊包就是絞肉跟魚漿 這個就 真的就也還好 好 還是把所有預算壓在豬肉上好了 那個豬腳肉 或者是他有其他的那個豬肉類的 要點下去喔 那個最好吃 這就是魚漿阿 應該是沒有絞肉魚漿 那分數80分 這個味道比較不公平 好 這個店家在乳肉飯節也是有得獎 好 那肉跟就是店家的招牌 好 但是個人認為心中的招牌是這個 這一排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好 噹噹噹 第三回合 那在這邊是非常非常知名的麥克麥麥克麵線 好 差點講成麥克麥克麥肠 好…聲音也非常的好 老闆娘 妳好 那我來一個小的麵線這邊吃 好 來 謝謝 小姐加嗎 有 好,感覺這個CP值非常高 而且在三重也有分店啊 恭喜店家有開分店 裡面是,裡面是大腸魚漿 聲音感覺不錯 好,一樣也是在地非常知名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 那我現在開始已經點小碗了 這樣才不會 感覺胃好像快爆掉 那我通通都加了 卡沙里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 在地知名 應該很好吃 熱騰騰熱騰騰 嗯 嗯 它是那個花枝裡面 應該說魚漿裡面有包大腸 好,反正想給各位看還是算 那嚼過再看就比較 沒那麼美麗了 好,總之就是這個魚漿裡面有包大腸 豬大腸 好,所以這個甜香甜香的魚漿 然後就還會有這個大腸的油脂的香氣 雙重合為一張 再加上這個麵線 柔軟然後 甜 甜鹹甜鹹的感覺 還有這個滿滿的蒜味 然後麵線比較柔軟 比較軟 不錯,很傳統的味道 滿適合再加辣一點 辣一點 蒜味再重一點 蒜味再重一點 這才是真正男子漢的味道 充滿蒜味 太棒了 是我心中的100分 好,不想這麼重口味的就看自己 好,個人覺得不錯 現在弄得有點像麻辣麵線 好吃 那我覺得這樣子弄完之後 分數是滿分 好 讚 真的很棒 好,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了 好,那這個就是很有名的麥克麵線 好,天蝦的聲音也非常的好 客人就順順的一個接著一個來 好,餐點都滿實在的 那我再加一個蝦仁煎好了 它這個蝦是什麼蝦 紅那個甜蝦 好,甜蝦齁齁 嗯 摊對阿 好,從這邊拍這個 會比較漂亮一點 因為剛剛逆光 好,那這個 醬汁 蒜粉 裡面有蒜 這應該算太白粉水 對 再打顆蛋 有沒有比較好看 再打顆蛋 對 相當實在阿 好,這個麥克麵線也滿好吃的 喔,現在已經變得焦香焦香了 好,相當令人期待阿 好,那這家店的蝦仁煎現在吃吃看 感覺還 滿讚的感覺阿 喔,熱騰騰騰騰騰騰騰 喔,這甜蝦很棒 很新鮮 喔,甜蝦味道真的棒 好吃 喔,真的很棒 好,皮煎的有稍微有點恰恰的 然後這個蝦仁很清甜 嗯,好吃 好,傳統美味阿 讚 香噴噴香噴噴的 好,餐點都很實在 嗯,好吃 好,這蝦仁蠻多的 吃起來很過癮 好,甜蝦吃起來就意味著是鮮甜 好,真的很棒 嗯,好吃 嗯,好吃 喔,讚讚讚讚讚讚 好,建議吃的下 一定要點上一份 我覺得這個也是滿分 很好吃 很鮮甜 嗯,不知道三重的那個麥克麵線 有沒有這個 超好吃的阿 最重要的是那個蝦子很鮮甜 好吃 欸,老闆你好 欸,老闆你好 你好 好,那請問一下麥克麵線 在這邊已經開多久了 啊,我們 我們爸爸跟今媽就夠了 因為應該七十年了 喔,七十年 對啊 因為我都五十七歲了 欸,是 我還沒生出來就有了 喔,是 感覺那個 欸,魚漿包那個大腸 那個 大腸麵線很特別 對啊 因為現在齁 我 台湾鎮我也有吃什麼 我有人吃 大腸都去煮到 蝦子 比較大腸 都大腸啦 都要上桌啦 不然蝦子不爽 對 啊,這個 啊,有人炒肉鴨 也有人炒肉鴨 也有人炒肉鴨 肉鴨 那些人炒肉鴨 我也有炒肉鴨 我也有炒肉鴨 喔,小鴨 小鴨 對啊 那是沒有炒啦 那是大家個人的感覺 那個感覺 啊,我小孩的時候喔 我老伯就在 就在用這個 魚漿包大腸 對 我剛才問過 他那時候 我怕大腸 就是 粥去喔 變 越空越粥嘛 大腸放在那裡 就粥去 啊,沒生意 就是了 粥到一塊很難掛 這樣還不難掛 所以說 他出來 在外面的人問 對這個有興趣啦 因為 我媽媽本身喔 他們看 我媽媽的外季喔 一邊都做生意 啊,就比較 會 用一些有特別的 來嘗試 是 啊,結果 再用魚醬 去包這個大腸 是 啊,還沒 啊,吃起來 欸,口感還不錯 還非常棒 很麻煩啦 很麻煩 現在你看 為什麼我餐廳上 很久 欸,是 很費工 啊,尤其我現在也很重要 所以大家來 都不怕貴餒 現在 我在餐廳一百 他也不怕 他也不怕 他也要吃一百 他也要吃一百 好,我現在假日喔 只會晾這間 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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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累啊 很累啊 那貴店在那個 台北三重又有開運店 那是我跟他合作 我跟他竹間喔 我竹間火鍋 是 我跟他合作 那個,那個老闆 常常來跟我吃 他也很喜歡吃鑽雞 他也喜歡吃鑽雞 他也喜歡吃鑽雞 所以說 他跟我說 叫我跟他合作 就去做 他想 擴大他的 反應 是 他年輕人啦 他不錯 他真的也不錯 我只是說 好啦 沒有 給他去 我相信我 我算 不要說老闆 我做得很快 好吃 希望他 能成功 是 然後我剛吃那個 蝦仁煎也好好吃 蝦仁 我那蝦仁是 現鍋的 紅蝦 是那些人動的 欸對 我 很多外人的告訴我 我的蝦仁怎麼會暖暖 哎唷 哈哈哈哈 我來人暖暖 蝦仁 蝦仁 會找的都是 最愛的 有處理過放的 那個吃起來沒味道 對對對 沒有味道 沒有蝦子的味道 對 那這吃起來都會蝦仁 欸我剛剛一看我就要點 哎唷我這兩天這麼恐懼 啊我蝦仁 暖暖 我 我 沒突然有人說 哎唷你外行的 蝦仁就要這麼吃蝦仁 蝦仁 蝦仁吃到切切 那就是蝦 對對對 有泡過那個 對啊有泡過的 欸 好 那老闆您辛苦了 那謝謝老闆接受我的訪問 那都超讚 哈哈哈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好老闆講到說 這個蝦仁才是現播的 對啊 不是那種 泡過某種東西 欸那個 那種才難吃啊 對 脆脆的那種 都沒味道沒有蝦仁味 這個才讚 好那就 讓各位朋友 阿大哥 真正有夠讚 我剛剛看到就決定要點 好那就是感覺這個食材 就是很實在 老闆就跟我一樣 很實在 各位來就祝用餐愉快 掰掰 到基隆必吃